我们把时间回到2019年,在中国举办了第18届篮球世界杯,大家都想有一件连,朱祁等人作证的话,主场上肯定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绩,而且杨岳超还在出场的时候,出了一个上上签,结果中国队的小组赛就这样出局了,并且把奥运会的资格拱手让给了别人,相信让很多粉丝们心里面还是特别的郁闷呢。 如果我们看看比赛就知道,在小组赛中只有一件连的状态是十分在线的,不管是教练还有其他的球员,完全是没有任何的状态,甚至我们也都看到,姚明在后面急得恨不得自己上台去指挥,就差自己去上场打球了,尤其是打波兰的那场,本来是可以取得胜利的,结果朱祁在最后的关头,三个低分的事物直接把球送给了波兰,估计当时看直播的很多人,都想要把直播给关掉, 当时姚明整个人都愣在那里,大家不忍心再看下去,要说朱祁的这个操作,确实让中国篮球之前的努力白白都浪费了,责怪他教练团的指挥也是存在很大问题的,整个球队出现这样的问题,我们只能说再接再厉,争取下次不要再出现类似这样的问题。 说到周琦,大家队也都不会陌生,他和新疆队签署了2000万的合同去打比赛,不少人觉得他不应该获得如此高的工资,甚至有不少网友讽刺高薪低能,以前大家都说,他是最有希望能够接替一剑连成为一剑连接班人的人,从小他的篮球天赋就比较出众,而且他的父母也都是篮球运动员, 在小的时候他就受到这种氛围的影响,自然他的资质就比较高了,不久他就去了CBA打比赛,他在CBA中数据还是可以的,周六去NBA待了两年,又被国家队选中,代表中国参加了很多篮球的赛事,可想而知他还是一个很优秀的篮球运动员,在CBA中周琦表现还是相当可以的,和年轻时候的一剑连差不多,但是距离一剑连还是有一段距离的,但是并不妨碍他成为篮球接班人, 我们看到在给CBA吃饭了没有打比赛的时候,除过了一剑连便是周琦了,他们两个人的实力都是特别强悍的,他在大学刚刚毕业的时候就取得了如此好的成功,可以是世界上一片光明,很多人就好选择他的爱情是什么样呢,其他的感情你是别人先不来的,他的女朋友叫做王心仪,身高1.7米是因为空姐整个人的长相特别的突出,两个人站在一起就狼才女貌,而且这位空姐还比咱们的周七要大上六岁, 所以说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,不过现在周七的身价已经很高了,新疆队能够给他开出2000万的年薪,其中还不包括其他人的投资,所以说他是一个人生赢家,自从在上一次世界杯中,大家开始一律不应该给他开出这么高的价格,并他的实力还是有待考究的,我们也知道,不能因为一次使我否定一个人,但是想要让大家认可,还是要拿出一个稳定的成绩。 谢谢大家